我去年做过一个很受欢迎的相机盘点视频 在这个视频的调研阶段 我偶然发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相机品牌 通过浏览这个相机的宣传页 你可以发现 它拥有主流相机的拍摄能力 有翻转屏 还能转接广角镜头 但是它的价格 只有我自己在使用的 损计ZV-1 或者是佳能GTX的十分之一不到 更奇怪的是 这个相机在网上你压根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评测 但是在它的购买页面 却能看到大量的买家留言 好评度达到了95%这么高 它跟主流的相机比起来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就下单购买了一台相机 实际用了一段时间 今天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一台 非常神奇的 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价格只有300多块钱的4K相机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台相机的包装盒 非常的简陋 它的相机的产品名称 竟然是用贴纸贴在右上角的 所以如果我想的话 我也可以给它改名叫GD牌相机 它的包装盒里面的配件都是挺全的 该有的都有 但是说明书真的是我见过的所有的相机说明书里面最简陋的了 非常薄的一本 而且里面的图都硬糊了 它附带的相机的电池还有存储卡 我看了下都是没有具体的型号的 你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 所以让我对它们的质量存在非常大的怀疑 用起来到底会不会出问题 会不会过日爆炸什么之类的 这个相机你拿在手上猛一看还挺像样的 镜头闪光灯热血接口翻转屏该有的都有 而且作为一个只卖三百多块钱的相机 它竟然还带了麦克风接口 不得不说还挺良心的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相机的细节的话 会发现这个跟你平时在用的那种传统的数码相机 它不是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快门键 它是没有半按状态的 就是你按下去的就是一个很硬的按钮 然后它旁边的银色的波轮它是假的 你是转不动的 它就是一个装饰屏 它的屏幕虽然可以这样反过来 但是它是没法这样去旋转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就是它的相机的存储卡 是直接这样插在相机的底部的 没有任何的遮挡的 它的数据接口用的是比较过时的迷你USB接口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接口 已经被淘汰了的 更觉得是它的这个闪光灯它是不会闪的 一打开之后它就是一个常亮的不光灯 最后就是它的这个镜头 虽然写了光圈是F2.6 但是个头非常非常的小 小到让我忍不住开始怀疑 就是它里面是不是装了一个手机摄像头 那接下来我们开机看一下这台相机 槽点更多 首先给大家欣赏一下这台相机的开关机的声音 哇 多么的优美动听 我们再关机 这个声音是不是安卓上面那个短信的铃声啊 这么耳熟呢 它的这个界面操作其实也很离谱啊 就比如说直接把所有的常用的拍摄模式啊 就这样全都罗列了在一起了 你就用这个控制键来去切换它 但是你明明是一个不支持出屏的相机 为什么要在右上角加一个叉呢 它是点不到的 而且它的这个系统的事儿界面的风格啊 就跟就是最早期的那个安卓的界面 真的非常非常像 就让我忍不住就开始怀疑就是 这不会是拿一台这个山太手机摸改的吧 说实话到这里啊 我已经对这台相机的拍摄能力不抱什么期待了 但是我三百多块钱都花了啊 而且都做了这个视频 咱们还是做到底吧 我就拿我的加拿GCX作为对比啊 跟这个相机一起拍摄了一些这种样片 来跟大家参考一下 4000块钱的相机 跟300块钱的相机的成像画质 到底会有哪些不同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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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最后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如果你想要获得一种90年代DV一样的复古感 预算又有限的话 这台相机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它的按键和接口都挺全的 300块钱还送卡和电池 你还可以给它装广角镜头 来进行Vlog拍摄 好吧好吧 我实在是编不下去了 这就是一台工业垃圾不要买 那在做这期视频的过程中 我其实有一个想不明白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样一台相机可以在京东开旗舰店 而且它的购买页面有2000多条的留言 大多数都是好评 那如果这些留言不是真的的话 那是不是这是在欺骗消费者呢 那如果这些留言是真的的话 那到底是什么人在买这种类型的相机呢 顺便说一句 官方页面上Vlog这个单词它还拼错了 是Vlog不是Volg 就是可以想象的是 如果是一个想要学习摄影的这样一个初学者 因为不懂相机的挑选知识 买了这样一个相机 真的是除了浪费钱浪费时间 什么东西都学不到了 我自己也买了很多的相机 我自己学到了一个道理就是 买相机这件事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如果你想要花很少的钱 又想要获得这种很好的拍摄能力 那大概率你就会买到这样的产品 反正接着我做这个视频的当下 我就去看了一下 这个相机还在正常的售卖 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买 我只能希望我是他们这所有的销量中 唯一一个真实的 但愿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